由瑞巴公路进入暖暖市区 在过桥前右弯沿河岸前进 首先看到的是两岸规划的清水步道 还有红砖所契成 已有百年历史的邦普间 这是暖暖的古迹 早晨天气还有阴阴的感觉 下了半个月的雨丰沛的水量 白色的水墓和红色的邦普间 这个感觉很美 走在河岸 可以感觉到空气中的水气 掺杂着芒花的味道 这个秋日专属的意境相当为美 有机会的话 您也可以亲身来体会一下 阳光终于露脸了 继续前行吧 印象中西式水库 位于暖暖西上游的西式西上 是台湾最古老的水库 这不是我第一次拜访它 这是水源种地 当然一切不像观光地区那么方便 它保留着最原始的风貌 沧桑的纪念碑记录着时间的久远 也陈述着这座水库的绅士 西式水库是座小型的水库 完工于1926年 飙高70公尺 想深入了解它 必须要穿越一座象征式的铁门 才得以一窥 它的内心世界 美丽的湖光山色 悦耳的鸟叫虫鸣 这些形容词 也都能符合现场的情境 它不若名门闺秀 豪门贵妇般的雍容华贵 它有着小家碧玉 小鸟依人的气质 让人容易清静 走一圈恍惚道路 不用很久 不会很累 但是身心都会很满足 谢谢您的收看 下个影片再见了